作词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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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就是见这奇迹的时候 女婿 女婿 不好意思 女婿 你看什么呢 没什么 谢谢外婆 我知道 你是在找子营吧 来了 来了 你看 子营来了 咱们下来 我可以看到 这笙好 我可以看到 我们在关注 这笙好 啊 還看呢走了走了該却我關我什麼事 哎走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外婆 有事一定要打电话给我 你放心吧 姐姐 我们快点走了 他们都在外面等着 你是谁啊 外婆 是我啊 叶俊成 不是啊 我外孙女婿啊 连长得可臭了 你啊 才不是我外孙女婿呢 好饿 厉害 陪我去吃饭 你们不一起吗 怎么回事 走走走走 金金 姐姐 我送你吧 哇 下雪了 今年第一场雪 姐姐 你知道吗 出雪的时候 第一个亲满的人 一定会永远在一起 啊 啊 哈 镰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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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 哪 cess 打 Kubernetes 苏Lan-Mia 沒有被审靠着 怎么那个臭小子又出来了 那臭小子的出现 不是因为苏紫荫那巴掌 而是 把玫瑰藏在身后 在这家为你停留 加快的心跳节奏 下一秒牵你的手 去是啥去是啥 这真看不出来 走吧 走吧 同学 你到底在说什么 你自己做过什么事情 你自己不知道啊 你给我讲清楚了 我 这个饭怎么自己掉了呀 你什么神经病吧你 你 你讲得清楚啊 别追了 我知道什么事 怎么 苏紫荫勾搭富二代 你在大点身上全秀都听见 不是啊 苏紫荫有什么本事勾搭富二代 不是 我是说她为什么要勾搭富二代 那个人还做了扣扣来造谣 真是新鲜 也不新鲜 现在出轨道歉都流行扣扣扣 碰巧她这里说的是勾引 或是勾搭 你放心 我回去查这个扣扣扣扣 是谁做的 对 揪出来 灭了她 也有一部分属实 毕竟我和叶俊成 也确实有一些金钱商务关系 紫荫 你去哪儿 打工呀 生命不息 打工不止 你说 她心怎么这么大 我看 姐灵还去细灵人 我让叶俊腾自己出来解决 你什么时候跟叶俊成有微信的 你们很熟吗 这不是重点好不好 小姐 你好 请问你要点点什么 本人长得也不怎么样 您找哪位 叶俊成呢 你们俩不是在一块儿吗 叶俊成不在 如果你找他 我找你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怎么样 我送你的powerpoint 你喜欢吗 原来是你 忘了介绍了 我叫华云 在国外读商科 是叶俊成的 未婚妻 我和叶俊成 从小一块儿长大 是典型的青梅竹马 我们俩也算是世交 我在国外念商科 也是为了之后能够辅助叶俊成的生意 不是你这种穷酸学生 可以比的 再说了 以你的身份想要拍上叶家 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所以 最好 离他远远的 你有在听我说话吗 我在梳理你个话 有什么好梳理的 简单的一句话 你想死 就离他远远的 你刚才有些激动 说的有些乱 我大概替你总结了一下 前几分钟 你想说明你俩的关系 清理竹马 能当户队 中间旅游穿插太多 你心里取得了成就 我一直没能插上去的东西 虽然和我也没什么关系 但是之后的事 就跟我有关系 如果我没得及错 你这是在威胁我 不是威胁 是警告 这两次没什么区 你管他有什么区别呢 简单的一句话 不想死 就离他远远的 那我也告诉你一句话 不管我又没和叶俊成在一起 都会没关系 叶俊成是个独立的人 他有他的选择和喜好 不是什么人左右 甚至造成一句 你做的低 而不对 是power point 做的非常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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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毕竟他说 他是叶军成的未婚妻 他说什么你就信 我看他是 丑人多作怪吧 你又没见过他本人 你怎么知道他真丑 凡是耍手段玩阴谋的 非丑极了 不过话说回来 你和叶军成小嘴都亲了好几次 也该确立关系了吧 以我一百零二部韩剧 和第一次恋爱的情感经验 告诉你 感情的事最不能妥 你第一次恋爱的情感 你很明昂啊 什么时候缺人关系啊 还没有 不过快了吧 苏锦你别给我打岔 现在说你的事呢 究竟什么时候踏出这一波 不知道 不知道就去问 新时代女性 没力风险 敢爱敢恨 走 现在就去 你来了 靳城你怎么那么开心啊 我就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 怎么是你 你怎么进来的 你们家的密码 当然是叶阿姨告诉我的喽 我不管你怎么进来 你赶紧给我出去 你也知道的 我刚回国嘛 我没有地方可以住的 你看 我连行李都拿过来了 没有地方住的话 我给你订酒店 我就想待在 俊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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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说了我自己来拿行李 对不起 倒了 走 苏锦 这是女生寝室 我看你不方便进去 不是 苏锦 误会了 我得跟他说清楚 有些人 我看得先解决自己个人问题再说 来来来 俯赛 俯赛 好 女生寝室 走走走走 女生寝宝 去你出去 赶紧走 过几天就是和中央美院的比赛了 我们还差一个等分后卫 你看 你看怎么办 要不再去各年级找找看 我们已经连续几年输给中央美院了 再这样输下去 面子都丢光了 对啊 小心 学长 你没事吧 叶学弟 有何会干 如果你想找苏子盈的话 那我告诉你 他现在不想见你 不 找你呢 找我 学长 帮个忙呗 我想找苏子盈解释一下 你你别给我整这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的 我不吃这一套 那学长吃哪一套 我都可以满足你 别别别别别 你离我远一点 我林涵不会为了任何事情出卖朋友 绝对不会 是吗 刚刚好像听说 你们还差一个得分后卫 你 谁苏子盈的事情 包在我身上 学长 问你个事 什么 苏子盈生日 什么时候啊 还早呢 你问这个干吗 零 二 快快快 有了时间 我还不做这几道题 宿敬能不能有点集体的勇敢 行行行 我看你也不是来专心看球的 勇往直前 清远 清远 勇往直前 子余 听林涵说 叶俊成从来不屑参加这种比赛 这次他都是为了你 我才不在乎他在乎谁呢 我还听林涵说 叶俊成早和那什么人说清楚了 是他缠着叶俊成不放的 苏紫盈 苏紫盈 你听我说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赶紧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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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干嘛 你跟他很熟吗 白一师兄啊 我给他做个模特的呀 我为什么要跟你解释这么多 关你什么事 苏紫阳 你还给别人做模特 我为什么不能给别人做模特 行 随便 反正我不在乎 进城勇敢飞 欢迎勇相随 给 上场前补充点水分 干嘛 苏紫 你现在和我还是雇佣关系 我现在命令你 坏 滚 好 干嘛 对 来 对 我们下斯 好 你还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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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好 新城新城 打到工程 秘密 秘密 呼呼唤语 女子长 呼唤 兄弟 个人感情别上身集体荣誉 不管打千万是画画 你都会是我的属下败将 而且这季参赛 我也打算阻止你到莫测 你 清远 清远 勇往直前 求求必敬 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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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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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我是为了你才受伤的 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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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叫了 所以我才让你住到我家里来 还无常提供私人医生服务 你别叫了 别叫了 放肆 你都觉得你宠言 放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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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吗 话语的事 我想亲口对你说 好 你说 仔细点 一条都不虚漏 你这反应 是不是有点过于理智气壮的一点 是你死气白赖的要和我说清楚 是你觉得理亏 那无论感情上还是道理上 是不是我更要理智气壮一点 学姐的道理 无懈可忌 学弟的故事可以开启 简单来说 花园喜欢我 但我不喜欢她 从来也不喜欢她 那你们 从未订婚 你和她 从未明示暗示给过任何成功 我 父母的意愿 无法阻止我的选择 还是不信 你非要比我说 在遇到你之前 我还是个牡丹花吗 什么花 牡丹花 就是母胎单身 solo至今 也就是从未谈过恋爱的 纯粹小出男了 你信不信我欧大伤员 别别别别 你们两个聊 我们先走 苏简 你还生气吗 我什么时候生过气了 我怎么不知道 我想喝水 会不会我又碰到他了 会不会我又碰到他了 那个臭小子又要出来了 嗯 怎么还嫌弃我 是我要问你才行 过来 苏简营 苏简营 好久不见 这位泽薇舒远的哥哥 晚上好啊 是要啊 这位既不如人家学弟 是想再被我打一次吗 哥哥是想激怒我吗 这招可不管用哦 白师兄 您找我有事吗 我是来向那位 被我误伤的小学弟道歉的 哥哥 你这是在猫谷耗子吗 学弟 怕是狗拿耗子吧 你们两个音音怪器 我插不上嘴 要不 马上就要掀赛了 我想找随美你当我的模特 跟两年前一样 不行 学姐是我的模特 我出双倍的价钱 随美 你要不考虑一下 金奖作品的模特 我关注的人会更多 学姐 你们俩聊完了 叶俊诚 你听好 叶俊诚 你听好 新的敌人出现了吗 我们内部必须统一战线 无论我们谁出现 一定要记住那家伙 白宁瑜 一定要在苏子莹姐姐面前 堂堂正正地迎过她 姐姐 你们俩聊完了 白师兄 我很感谢 你在我最需要钱的时候帮助我 但是现在 我更相信叶俊诚 可以拿下油画大赛的冠军 好了没 你再坚持一下 这样真的很难受啊 我会按照市场价 八块八付你酬劳的 那先让我看看 可以 苏子莹 你画的是什么东西 我本来就不是在画画的 我是为了让你 换位思考 穿摸摸摸摸在的心境 所以 你到底想见你要画什么 我可是把狠画都放出去了 这个时间表 接下来两点到五点 观察生活 我看过很多原画名作家的采访 他们说 敏感往往来觊觎生活的威处 我让你观察生活 你看我干嘛 你是我的模特 我的生活和灵感 就是观察你 看我怎么发生 苏子营 说起来 你为什么对我那么有邪心 因为你乖 艺术家都是乖卡 你就不能说一句好听的吗 我苏子营 认准的人 不会查 你又在画室 你有没有灵感 这次比赛画哪幅 没有 别画了 别画了 各位同学 老师们大家好 经过我们一轮又一轮激烈的厮杀 最终 有两位同学的油画作品 将决注我们最终金奖 他们分别是 来自中央美院 白逆语的琵琶少女 以及来自清远艺术学院 叶俊成的新乐传说 这一刻我幡然醒悟 那些稀松平常又周而复始的事情里 全都有他 如果不是他 我青春年少的日子 便不会有冰黄马乱的时候 经过我们评委们一致的点评以后 获得冠军的是 这位来自中央美院 白逆语代来的琵琶少女 大家掌声 那么有请我们的冠军选手 发表获奖改言 我能得奖 这个我知道 对于今天评委的决定 我非常满意 其实画画 光靠琴学苦练是不够的 最重要的是要有天分 而且 夜学地的话还是可圈可点的 就是技巧过重 缺乏点情感的表达 老师 我有不同意见 不好意思 这位同学 此次油画大赛是专业比赛 我们不需要大众评论 画就是来给大家欣赏的 况且 这两幅画里的模特都是我 我为什么没有资格提出意见 那请问这位模特 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叶俊成画的更好 尤其是在情感表达上 作为模特 我在他的画中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表现力 和生命力 不管是画 还是人 我都觉得 这位模特差不多可以闭嘴了 该闭嘴的人是你 让他讲话 我觉得叶俊成画的更好 尤其是在情感表达上 作为模特 我在他的画中 感受到了 穷三走嘞 什么个主事啊 输了还那么开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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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